Hello,大家好,我是蔡蔡子 Hello,我是阿嫻 最近我看到很多消息 就是說廣州時華會變成下一個武漢疫區 我覺得,嗯,未必 之前武漢滋手會變成這麼嚴重 很多很大的原因是他們當時毫無準備 很措手不及這個病毒殺到大家 但是在已經經歷了大概三個月 差不多三個月的情況下 廣州因為外來病例的輸入 白蘭區和小區都變成很風險 但是我覺得廣州市華會變成下一個武漢 就覺得不可能 因為大家已經有很多準備 口罩、消毒的物品、自己一個防禦的情況 都已經有很大的提示 跟大家介紹一下廣州 我覺得大家可以買到這些東西 很簡單 保保全部都有 藥房都有 沒錯 現在口罩已經不限購了 瑞康小程序現在 每三天可以約一次 每次可以買三十個 無論是普通口罩 或者KN95 都可以約到的 現在很貼心 還有小朋友口罩 兒童用 沒錯 所以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口罩 是可以搶到的 我們手上現在有幾種口罩 第一有95 也是最高級熱的 大概就是這樣的 十個包 每日上班坐地址必用 由於它是比較軟的 所以它會使用比較多 但這種口罩呢 防護級別是最高的 但是也會比較辛苦 戴起來 大家不能呼吸 即是長時間配戴 以及如果是走樓梯 就會很容易有些少少 撈樣的感覺 對 撈樣的感覺 所以勒到耳朵會比較疼 他也買了這種 那種 電著那個 口罩的帶 對 這裡有一條坑 可以把那個 口罩繩固在這裡 然後電在耳朵後面 這樣就不會有一個很軟的感覺 會好很多 是嗎 是 你親信感受是嗎 好很多 他畢竟是射了那些壓力 這個龜膠材真的很軟 很軟 很舒服 如果長時間配戴這種95口罩 我覺得這種是有意要的 OK 那下一種呢 就是我們 醫用外科口罩 也是比較高級的 這一種的實包裝 一包也是在上廁所再度買 這個其實都比較後期才可以約 那前期就只有普通口罩 和95的口罩 95都少 一般就是一般醫護口罩 一般醫護口罩 普通的口罩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自己呢 買回來都未有開的 未用過 我們都會用回普通 我用開普通的比較多 路途比較近 也都不會見到太多的人 就用不合適的口罩 這個留回 萬一以後有需要 我們都可以再用 然後家裡最多的就是這種 不要見他一次性包裝 因為有些是公司發的 或者是有些在健民水庫那邊買的 也是一種保鮮袋 10個一代 或者是當初五個一開始 五個又買過 10個又買過 對,後期又買過 10個又買過 一搭就 放在一起 比較好收納 這種就是普通的防護口罩 一次性護理的 大家都會用這種比較多 因為第一 比較便宜 因為你 口罩已經變成日常的必需品 所以它的價錢其實都要考慮 在裡面 這種我覺得都OK的 在你不是見到很多人的情況下 上班 路上 不過如果你公共交通工具 其實都是建議 有些特別高一點的 對 而我們家裡還有一些一次性的口罩 這種是一開始最開始 最開始這部分買的 兩元個 在裡面買到的 醫用外科口罩 是獨立包裝的 那這種口罩 我們那時候都沒有用完 但我現在都很少用 是因為它獨立包裝 但它比較乾淨 我會選擇是 放在袋裡面 是甚麼用 如果長時間要外出貨的話 袋子給回一個 比較乾淨外身 如果買一個 可能濕了 我們都可以馬上去替換 韓國出的那種 94的口罩 KF94 對 這種口罩的設計是比較好 3D 不會好像 正面側面也有一個好好的 下面也有一個好好的防護 三個角度 比較好 也不會太膩 如果我上班 就大概兩天一個 他上班 因為太遠了 所以 為了自己或他人 都要勤換口罩 我們口罩都會 用完之後 都會處理好 白綁好 收集在一起 我們會集中 一起丟到我們附近的檢測點裡 會有口罩收集箱 會有口罩 氣脂箱 不會造成環境的污染 除了口罩 如果買菜 必不可笑的就是手套 坐工膠都很多人 你要扶東西 扶手 而且在買菜 碟很多東西 超市好 去市場好 你買東西 你都會 要碟那些東西 選擇的嘛 所以我都會戴上這個手套 乾淨一點 第一不要碟來碟去 碟自己 在出了市場之後 買完東西 我都會馬上就丟掉它 這樣就乾淨一點 丟完之後 就一定要用酒精湯手液去洗一洗手 搓一搓 或者是一些 傷心濕根 這些我們都會常備 在身邊 或者是在家裡的 多次每天回家 我們就不會用酒精湯手液 洗手 洗手液 直接用洗手液 用流水沖洗會比較快 而且環保乾淨一點 不用用那麼多酒精湯手液 也會乾淨 然後手機 或者一些鎖匙 小物品 我們都會用酒精湯匙去擦 去擦 除了擦手機 我們都會在公司擦 擦鍵盤 擦鼠標 擦杯 第一時間 會擦桌子 擦鼠標 擦鍵盤 所有手要長期碰的東西 都會擦 我之前一開始 那些酒精湯手液 也很難買 我買了一支之後 我去某神市 買了一些分裝瓶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隨身帶出去 這樣就不用大支 那麼大的 也很方便 那 除了這些之後 單褲鞋 其實回來 都會感覺上很難 其實我這個情況 我就會買一些 酒精噴霧 或者是這種 含露的噴霧 為什麼要買兩種呢 酒精和含露 其實都可以消毒 但是酒精 由於噴霧 是比較危險的 安全問題 會有火燭 燒燭的風險 建議噴在衣服 會有一些靜電磨擦 你會著火 當然有情況很少 但也不少 很重要 所以我們會買一種 含露的 噴在衣服 特別是冬天 比較難洗 不可以每一次穿都要洗的外套 噴一噴 就會比較安心 然後酒精 我會在鞋櫃附近 用來噴我們一回來的鞋底 感覺上會比較乾淨 可以殺到菌 安心一點 沒錯 這種臉洗很快就可以揮發 也可以殺到菌 如果天氣好 那些衣服也可以掛在外面 曬一下 曬一下 但是近年 近幾個月 天氣都麻麻 所以我們都很少 可以直接掛出去就算了 說完個人那方面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家居 家居其實就不外乎 用消毒水去拖地 擦一下家居物品 總點是門把手之類 一切 所以我們都會買了最熱的 8-4的消毒液 8-4的消毒液 對 按照它的指示去稀釋 擦一下門把手 桌子 和地 擦地 我們都會用到這個8-4消毒液 在買到8-4消毒液之前 其實跳白水也可以 可以的 那我也馬上加了一單 跳白水 對 跳白水也有同樣的效果 去消毒 那其實唯一的缺點 就是家居常用醫院的味 不過其實都是很安心的味道 那除了家居衣物 也會用回滴露 對 因為那些消毒水的味 真的很難聞 所以滴露 還是可以接受的情況下 那我們每次洗衣衣之前 都會落一定量的路 然後和洗衣機 浸一陣 浸大約半小時左右 然後進行洗衣的程序 會比較乾淨 給時間的實力 這樣 所有東西我們都說了 就是介紹了我們現在有的東西 那也都 其實很容易買得到 已經沒有任何缺的情況了 供應是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大家所有家居 應該都常備這些事情 除了在這個疫情期間 或者是疫情之後 我覺得都要保持這些 程序去做消毒 那我們之後才不會有 更大規模的爆發 那多謝大家 今次看我們的視頻 第一次如果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不好的 大家可以在評論跟我們說 如果覺得 訂閱我 覺得OK的 就點個like 謝謝大家 拜拜